報告院位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 由委員登記發言 現在開始發言並截止登記發言 首先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兩分鐘 首先第一位就請曾委員民眾發言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剛剛完成前瞻基礎建設 第三期的預算 我有三點意見 第一點 我們先回顧過去 第一期跟第二期的執行情形 第一期的預算是106到107年 總共一算是1070億 結果到現在 執行只有950億 也就是121根本沒有執行 所以執行力 尤其是 農委會的執行力 只有3.76 超級誇張 另外前瞻第二期 預算是22009億 到 9月底 只有70% 尤其微務部 執行力只有40% 顯見 相關部會 在執行上 真的有非常大的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總預算的情況 總共是 本來一股是8824億 後來去年9月底修正 成為8400億 這裏面 只有執行 三年之後 整個前瞻總預算 也有大幅修正 顯見當初 在規劃的時候 急救張 胡亂拼湊 既不前瞻 也不符合 國家 未來發展需要 浪費國家財政資源 另外剛剛通過的 NCC 編列 155億的預算 當時為什麼當時在投標的 過程當中 投標系之 不選民 那既然已經完成 招標 全議員已經確定 所以這到底是補助 還是退佣 還是 圖利 一切之間 希望蔡政府 出來 講清楚 說明白 再請教各位 這到底是 圖利 退佣 還是補助 請蔡政府 講清楚 說明白 好謝謝曾委員 繼續請李委員 貴敏發言 主席 立任同仁還有媒體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民進黨全力護航 通過前瞻預算的此刻 我們除了感到痛心之外 我們還感到憤怒 我們看到 前瞻的預算 到目前其實已經執行有三年多了 我請問各位 我們看到有任何的一個成效嗎 有任何的一個超前部署嗎 非常的明確 沒有 為什麼民進黨 不敢 開箱來檢討這些前瞻預算的成效 為什麼 因為前瞻預算 根本他就是一個黑箱 如果這個黑箱打開來之後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前瞻完全 全部前瞻 他只是一個肉桶的預算 為什麼講肉桶呢 因為他把正常的預算呢 他把他硬塞入前瞻 用前瞻的名義 把他正常應該編的預算呢 他納入 然後說他有他的急迫性 可是我們看到 在已經執行的第1期第2期 有沒有一部分的預算被刪除 有 試問 如果今天這個前瞻預算 他是經過合理的規劃 他會不會在執行到過程當中 他會把他全部刪除 他絕對不會 所以我們從這些也驗證了 所謂的前瞻預算 只是民進黨政府 拿來作為 他能夠向子孫搶錢 這些的預算 將來都是我們台灣的一個財政的危機 他都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警報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民進黨政府呢 他透過他的國會的多數的暴力 他強行通過的預算 他強行通過的法案 他於取以求 這些的東西都是用子孫未來的代價 他必須要償還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民主 好謝謝李委員 繼續請李委員得委發言 主席 各位 本院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在立法院的議場 通過了前瞻預算第3期 前瞻基礎建設 總共是8400億 我們希望 這些預算通過 要真正為台灣的基礎建設 留下 一點東西 回想 民國六十幾年 國民黨推出來的十大建設 花了2000 到3000億的資金 但是我們打造了 後來台灣 幾十年的容積 這其中 包含了 三項的工業建設 六項的重大交通建設 以及 一項能源建設 但是 今天民進黨的這8400億 未來到底可以為 台灣人留下什麼 我們希望 蔡英文總統 跟民進黨的內閣 要好好的來思索 就以 今天真正有爭議的 155億的預算 要補助給 這五大電信商 我們試想 有這種道理嗎 要把155億的新台幣 回饋給 這五大電信商 而他們 標到了5G的執照 未來 還會從 所有的老百姓 身上 收到 5G電信的費用 所以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真的希望 民進黨 要好好的思考 怎麼樣來用這些預算 這樣子才不會 辜負 兩千三百萬人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李委員 繼續請林委員 易華 發言 林委員 易華 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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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基礎建設的三點零在國民黨的努力把關之下 最後有三到一億七千元左右 那都是因為前瞻是屬於納稅人 透過舉債的方式未來都是要再來償還的 那這兩年因為不管是疫情各方面舉債很多 所以呢我們今天有做了一個一億七千萬的這樣一個刪除 但是比較遺憾的是 我們都知道前瞻既然是舉債來的 這個一百五十五億補貼給五家電信業者 我們非常遺憾最後還是在民進黨的多數暴力之下來通過 其實剛才有講了很多有關於過去的事情 過去從來沒有過直接補助給業者 尤其在得標之後直接補助給業者 可以邊預算 來增加偏鄉的建設這我們是同意的 但不是直接補助給業者 尤其在去年我們看到歷史會留下紀錄 其實有關於光電信的三雄 基地台就已經說了 三年的原來三年建設會縮到一年半 光前三家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還有遠雄 本來就會建置到兩 兩萬座 兩萬座的基地台 本來就會兩萬座 就NCC這次編的預算 竟然也是說兩萬座 那請問一下 本來業者要做的事情 我們為什麼要用一百五十五億給他們 再來 他要佈建的地點 竟然是 機場港口高鐵捷運 這本來就是 業者會佈建的地點 並不是像英國 歐盟給的是 偏鄉的建設 所以這一百五十五億 就是那浪費納稅的錢 舉在未來 我們在 好謝謝林委員 報議會 吳委員齊敏聲明對剛才表決 與民進黨黨團一件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繼續請A委員預覽發言 我們實在不了解 為什麼NCC 不能夠透過當初 在招標的 規劃上面 就來 做良好的規劃 而是要透過前瞻預算 來補助給業者 這樣子的 無鬼搬運 圖利廠商的行為 我們 在野黨的立委 絕對不能夠容忍 NCC在去年 在 競標 5G的時候 也像競標4G一樣 呼籲業者自治 不要把 標金炒到天價高 但是NCC 為了杜競 競標時一切 圖利的傳聞 只敢用這種形式上看來最公平的呼籲 然後 讓 哪一家業者 出價最高 就讓哪一家來得標 這麼做 就是讓業者有 收不回成本的 的危險 但是 業者在得標之後 居然 還可以 再去修改 我們的遊戲規則 得標執 執照 要求業者 要做 16000個 基地台 現在 NCC用加量加速的理由 說要做到 39000個基地台 然後 想盡辦法 要用 納稅人的錢 用我們下一代的錢 去給他們 一百五十五億的 佣金 這樣子 算什麼 我們在 上個禮拜五 在做黨團協商的時候 本黨要求 NCC要提出 補助審核的 標準 國人才看得出 這筆錢 到底是 要如何運用 結果NCC在協商現場 無法提出 回去後 發了一個新聞稿 說有提前在三年內 達到 鼓勵採用 5G 國產自主 設備 強化5G 資安等三個 的目標 其實他們所提出的 歐美的標準 都是一派胡言 因為 我們的標準 居然是 去補助這些 財團 在本來他們 這些國資的地方 繼續 再提供他們 這個 吳委員發言的說話 我們就覺得 不值得 吳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衛委員 繼續請吳委員 一定發言 大家早 NCC說 加155億 是要加量加數 但是其實 他們原本簽約 1.6萬的基地胎 現在業者都已經 不見到 2萬基地胎了 你知道嗎 業者如果不加 自己加量加數的話 他是沒有生意的 因為我們知道 5G的性質不一樣 跟4G不一樣 它是需要密度 比較高的基地胎 業者為了自己生存 本來就是要加量加數 那再來呢 就像是剛剛 張其露委員說到的 韓國 韓國本來有500萬戶的 5G的訂戶 現在都退了50萬戶了 為什麼 你有一個很快的速度的 網路 但是沒有相對的應用 沒有相對的服務 請問一下 就像是 你買了一個4K的電視 或者是買了一個3D的電視 可是沒有節目啊 誰要買啊 所以 重點是要 扶持 鼓勵的是 周遭相對的應用 這就是當初 馬英九總統 馬政府 時代做的事 當初確實在4G的推動 也補助了150億 但是當初的150億 不是直接補給電信業者 是補給周遭 相關開發 相關應用的 業者 這才是對的方向 這才是前瞻的方向 我要提醒 NCC 請拿出你的專業 不要呼嚨大家 剛剛還有提到 縮短城鄉差距 大家翻翻前瞻的預算書 我們在圓民會的預算裡面 就有編列了1.15億 其中 就是針對 原鄉網路的建設 這都已經編列了 等一下如果你跳出來跟我說155億 有要縮短 邊鄉跟 城市的差距 請拿出證據來 沒有 謝謝 謝謝吳委員 繼續請在委員 市保發言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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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各位先進 其實我剛才已經講的話了啦 實在是不用說了 但是 黑骨不論你掃啦 陳歐柏亂講一通 我這件事情 盤骨開天 NCC查到現在 沒有150億的東西啦 不知道150億為哪裡來啦 黑白亂找 我告訴各位 NCC是小單位 他從103年到106年 市集的時候 總共 加起來補助不到 150萬啦 不是150億啦 陳歐柏亂很可惜不在這裡聽啦 他記錯了啦 不用說 150萬講成150億啦 民進黨習慣 噴到問題就找 馬英九馬威拉 來給他研究 實在很悲哀啦 他講到美國 公益 偏鄉 我們都給他 一分錢沒有砍 但是我報告有院長 有院長那一天有講到AIT啊 當的時候他道歉 那天講給他感覺是跟AIT來關說 他後來說不是這樣子講 AIT是關心 我們的 武器的發展 但是我也要請教油院長 AIT關心這個跟太陽有什麼關係啦 張飛打月威打得滿天飛啊 我在這裡真的再次的強調很遺憾這個案子還是被碾壓過去 就代表 這個政黨 執政黨 沒有從 社會的變化 學習到前輩 來住的事情 運闖 王浩宇就最好的例子 這個是給 執政黨立委員最好的一個教訓功課 謝謝 謝謝 好謝謝賴委員 繼續請林委員 維州發言 好我要繼續 把剛剛 在 法案審查前發言的內容 其中有一段沒有錄音錄到 我把它補充啦 讓他可以 完整的呈現在 會議記錄裡面 最後我是跟 陳歐破委員在溝通啦 因為陳歐破委員他講 所以以前市機就有辨列150億左右補助 業者 大家聽清楚 那我就跟 陳歐破委員講 如果市機 有直接補助得標的業者 那我就辭 立法委員 如果 市機 的時候 沒有用150億 左右 直接補助得標的 廠商 那請到辭職 國會電堂不能亂講 政策可以辯論 立場可以不同 但是你依據都要依據事實 如果我們在這邊講話 都講的不是依據事實 然後這各講各的 那怎麼對焦呢 民眾怎麼判斷呢 大家以為你在國會電堂講的 都是真的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 混淆視聽 非常的 不可取 你們要辯護的是說 你為什麼要編列這個155億 直接 補助給這些 得標的 財團業者 為什麼 政府要補助他 你補助他說要加速加量 市機的時候加速加量不是這種做法 補助偏鄉OK啊 建設的這個基地台應該屬於政府的啊 或是你業者應該跟政府租嘛 譬如說政府為了加速加量 政府多做了一萬個基地台 OK啊 但是是政府的啊 你業者要來租才對啊 才不會圖利財團 謝謝 謝謝 好謝謝林委員 繼續請洪委員孟凱發言 謝謝 主席各位先進 我想前瞻計劃 他要有延續性 他更應該是對症下藥 過去到現在我們不分朝野共同在審查前瞻計劃預算的時候 我們就是希望 中央政府能夠聽到地方的需求 能夠真真正正的把預算 給我們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也因此 公平 公正合理 應該是前瞻計劃最基本的原則 剛剛我們幾位前輩委員都已經講到了 在這一次事情上面 NCC的一百五十五億 執政黨的官員 執政黨的官員也好 執政黨的委員也好 真的要護航 請拿出真 平實據 不要拿 造假 不要拿 不實的資料 拿出來說明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要說 新北市 在全台灣 是最大的直轄市人口 有四百零三萬人 是 但是 在前瞻一期也好 二期也好 所 有分配到的預算比例 卻還是落後其他的縣市 在比例上 我們是落後其他縣市 也因此 我們要講 以 停車場的建設來講 在這一次的前瞻二期計劃裡面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都是由台南跟桃園 各拿到兩個停車場的建設計劃 新北市的建設計劃 居然排在 五六八九 所以我們要問 到底公平性 到底合理性在哪邊 我們希望 現在的 蔡英文總統 以前曾經在二零一零年 參選過新北市市長 現在的蘇貞昌院長 更是我們 台北縣的老縣長 請看一看 瞭解 聽聽 新北市民 四百零三萬人 大家共同的需求 拜託 不要在選舉的時候才到來 選舉前獎 非常重視 選舉還後 卻不當一回事 人民 會看在眼裡 前瞻計劃的 納稅錢 不能濫用 謝謝 好謝謝洪委員 繼續請 蔡委員必如發言 好院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我想我還是想要來 從財政紀律來談一下 我的態度 前瞻計劃的特別預算的 變化 其項目應該具有特殊性 必要性 而且跟計劃的目的 應該要有緊密的 關聯性 不應該動雜 以特別預算 補助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本來就應該要 以一般公務預算來支出了一些項目 我們考量 地方政府 確實有財政自主 能力偏低 自有財源不足 債務負債 承重跟各縣市經濟結構 先天條件 部一等的條件 急需中央的資金 易住 為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 應該要透過 財政收支 發分法的制度的改革 而不是常態化的 以特別 預算補助 一般公務預算的項目 前瞻基礎建設 成了民進黨 政府的大撒幣政策 大多數都是 既不前瞻 也不基礎的建設 持續以中央預算 包裹地方 建設 補助各市 縣政府 正本清源 應該積極修改 財政收支 發分法 落實 地方財政自主 讓地方 自己 決定自己的錢 要怎麼用 而不是 地方首長 貴求中央補助 依照前瞻基礎建設的 特別條例第七條 前面 四年 4200億期滿後 才要 籌編下一期的 預算籌編跟審議 去年第一個會期協商的時候 我們提出意義 要好好的做好 前期的一些檢討 但是經過一個會期 仍然沒有檢討報告 本席在這裡表達 非常的遺憾 謝謝 蔡委員 繼續請陳委員 交好 發言 院長大家好 剛剛在針對 5G建設的部分 我有發言 就是 希望執政黨 雖然通過這個 預算 但是應該 去訂定相關的 這個 預算的使用 的 這個 辦法 在送 立法院來審議 我想 在前瞻建設 這樣子 這個美其民是為台灣 前瞻的發展 好 來訂定的 所以相關的審查 應該更嚴謹 那我在 這個前瞻計劃裡面 我也提出了 許多 這個 針對 針對 水環境的建設 希望能夠 加強水源區的保育 還有 化設 還有相關的 環境的調查 譬如 低海拔山區的地下水 應該做好 管理跟調查 然後針對 灌牌分離 還有農地污染的 這個調查呢 也應該加強 在這個 違法工廠的部分 也應該要好好的 去 做 管理 該拆的 就要拆 該斷水斷電的 就要趕快斷水斷電 那另外呢 在淹水缺水還有 整個氣候變遷嚴重 我們也知道 這個 空污跟氣候變遷 其實也是 全世界也是台灣面臨的 重大的環境問題 所以我們前瞻的 計劃 其實應該更 具有前瞻性的思考 針對 環境污染 針對產業的升級 應該更進一步來做 前瞻的規劃 希望未來的政府能夠 重視這個問題 加強 空污的防治 加強 氣候變遷的因應 謝謝 好謝謝 陳委員 繼續請孔委員 文籍發言 主席 主席 各位 美國總統拜登即將就任 當時 川普 川粉攻進國會 造成多人死亡 川普總統 也列為 史上第二次被 談害的 美國總統 拜登總統上任之後 他說他要改善 這個 日益嚴重的 種族關係 搞好 美國 黑白的 種族的 族群的關係 美國 種族主義 這麼嚴重 但台灣的 種族問題 就是出在這個 前瞻 亦算 我們 這一次通過 前瞻特別 亦算第3期 我們 原住民亦算有多少 政府有把 原住民的建設 當建設嗎 把原住民的建設 當塑膠 這個大筆的國家的 特別亦算 我要請問 原住民的亦算在哪裡 原住民是空氣嗎 究竟這一次 我們數位建設 5G網路建設 鹽鄉部落 無限寬屏網路 他說要改善 原住民部落 47處 只有編列 1億1500萬元 並沒有在 5G的 戰列需求 5G的網路 基礎設施上面 那我們再看一看 城鄉建設 741億 延民會 只有分配到 20億 再看一下 水環境建設 編列了 523億 8200萬元 只有一個叫 無資來水地區 供水改善計劃 只編列 15億 我們原住民地區 需要有 部落安全 堪移的基礎建設 但是呢 都沒有在 前瞻 這個特別 預算裡面反映 所以 前瞻特別 預算呢 他只中西部 不中東部 只中 都會 不中 原鄉 所以這個對 富者越富 貧者越貧 我們台灣 未來貧富差距 會越來越大 所以本席 表示深 謝謝孔委員 包括一位 登記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那 辯士會議 就進行到此為止 現在散會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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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